大家好,我是五仔,恭喜發財,恭喜發財,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like就鬥不了,給個like可以嗎? 今天講講李家欣的兒子和大樓的兒子,子綠,子女也有,看到李家欣帶上帥哥去馬場,見識世面,感受上流社會的風光 好笑,有些報紙說李家欣的兒子有成功人士的風範,有些說他很好,最有前途的星二代,好笑,在加拿大星島日報,他說李家欣11歲的兒子經驗啤酒套,有網民說,懷疑他裡面穿了鼻彈衣, 笑死人,真的笑死人,有些說讚他,嘩,成功人士,有些說,是不是有了鼻子,這樣,11歲,真是慘了,真是,這麼小時候要出來受這個媒體的郵輪,沒有辦法,他遲早都是要這樣的,因為他想做YouTuber,YouTuber就要跟我和流馬車學東西了,到時, 笑死人,你一家三口入馬場,這個新聞挺有趣的,另外會說一下大樓的紫蕊,說一下家產的分配,還有他疼誰的兒子,後繼想給誰的兒子,有些報紙說他也是疼金給兒子的,看看吧,別人說而已,我看完之後看看怎麼看, 那些刷鞋的文章就不看了,我們看看加拿大星多日報這麼搞笑的點題, 李家欣11歲的兒子,經驗啤酒套,網民就說,像穿避彈衣,60歲的許晉鏗旁邊站著一個哥哥,都是說說很年輕,那許晉鏗又真是挺年輕的,壞鬼,保持得到,男人,真是有那樣漂亮的老婆,保持得到的都很少, 真是的,你看張繼聰,和謝罕麒結婚之後,好像被人吸乾了,哇,許晉鏗還是這麼英俊,叫做詩正,精氣神竹那種,沒有東西吃了很多寶品,走去撐外區,帶著兒子去威威,兒子挺怒的,那雙眼,有人說他有成功人士的風範,那個樣子呢, 他又不是沙塵,那雙眼睛,知道自己是可以的,那雙眼神,我是可以的, 我說什麼呢,我有家底,有些人的眼睛,露神你看到的,他是的,有些人就比較低調一點, 說這個小朋友,別人怎樣形容呢,帥哥,帥氣,這些是報紙賣的,你問我嗎,你問我嗎, 如果他是普通學生,他就是普通學生,但是他李坚的兒子,別人就說他是歲氣英俊,那有沒有內涵呢,有口才有幽默感,說他,其實小孩子是無罪的,你說你英不英俊就,你知道有些真的很英俊,陳冠希寶寶寶時都超英俊的, 有很多中學生是這樣的,你可以說他屎正,屎正,那見他穿到屎屎正正,哇,11歲又高, 到媽媽的眉毛,高了媽媽的眉毛,快要高於李嘉欣,這個可能很高的,將來長大了,應該的,現在的年輕人這麼好發育,不高也會弄高他, 一旦矮的感覺就不會有blue butt,好像硬是差一點,又不用特別高的, 只能夠說到這些給他聽,現在有什麼話說呢,李嘉欣的兒子,又沒開始出來拍YouTube,說他有口才也有什麼, 說他其實都經常做一些慈善的一家三口,那就好,發財立品,是吧,也好, 不然錢多到都用不著做什麼,好了,那是不是真的, 那些網民說他胖呢,還是真的穿了鼻蛋衣呢,不用吧, 你媽媽都沒穿,但是真的像肚子一樣,女人我就全是懷孕, 不是,小孩子還沒戒口,吃很多甜的東西,我那時候年輕人好像他那樣也是這樣, 再扯高兩吋就沒有了,肚腩,不要笑別人,年輕人也是一個BB肚子, BB肚子來的,說一下,大樓,他以前的男朋友, 是不是男朋友,到底有沒有認過的,不知道了, 但是說到他,劉亂雄,子女又怎樣,李嘉欣的兒子, 現在除了帥哥之外,什麼都看不到,劉亂雄,七個子女, 他說什麼,兩個兒子會無緣成計他的家產? 不是吧,怎麼會啊,這是八怪事,未必是真的, 但是他說到華人置業股份,大樓就剁開兩份, 一份他給原配寶永琴,兒子劉明偉,一份給金比的一對子女, 那時候金比還沒生第三個小朋友,那時候, 那時候把圍捉你又知道,這些報紙都不知道是真的還是真的, 他說到那份,劉明偉是24.97%的股份, 金比就不同了,他說是公司執行董事, 拿了50.02%,其中的女兒劉秀華佔35%,兒子劉仲學佔65%, 他說在股份分配中看到,劉亂雄好像不偏心, 但實際上你看到,似乎好像偏向金比那邊,這樣, 如果這個數字是真的,都不無道理,他這樣看,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什麼事呢? 你看到這樣,但之後他又生多一個, 他又生多一個,會不會再再分過呢? 那時候那個會不會不更新呢? 是的,會影響,因為他第三個兒子出生之後, 其實可能會再分過, 劉亂雄都,原來七十幾歲, 我不知道他七十幾歲的劉亂雄, 我覺得他像六十頭,原來已經七十幾歲, 他有七個子女, 你覺得他過得幸福嗎? 他說,金比有三個孩子, 以外還有四個, 劉明慧,大兒子, 原來是四十幾歲, 劉明慧也大過我, 原來三個兒子當中, 一年紀是最大的, 他跟原配, 在劉亂雄二十八歲的時候生, 第一次做爸爸, 他是很開心的, 沉浸在喜悅當中, 當時一九七九年, 他為了給兒子更好的生活, 拼命做事, 在劉明慧出生前一年, 劉亂雄就跟朋友, 娘英偉建立了一間公司, 叫做愛美高, 做吊風扇, 他找了人生大統金, 賺了一億, 1980年, 哇, 蕭先生說他不是生意的奇才, 1980年賺一億都不是奇才, 都好東西, 公司二十二個工人, 做到過萬人, 就提一提, 他說不是保詠琴, 賣了媽媽留下的房子, 他沒有這些起動資金, 他說保詠琴, 對劉亂雄百手興家, 其實是有一份恩情, 兩夫妻一起打江山, 才是商界的神話, 是這樣的, 兩夫妻都厲害, 之前有說過兩夫妻都厲害, 那就是, 很明顯的, 你聽很多名人故事, 你就知道, 你想做名人嗎? 有沒有女人幫你? 成功的男人背後有一個女人, 他有, 他現在都有, 甘比也是背後的女人, 其實, 這個男人很清楚知道, 自己需要什麼, 沒有什麼是不行的, 你以為沒有一個女人, 喂, 不要說她什麼, 如果我沒有一個女人幫我, 我也會死, 如果一條女人只是買名牌, 我常常在鄧篤, 出去找小孩, 我去喝酒, 或者說要住酒店一定是住很貴的, 五六千元晚的, 要打卡, 要威風, 要去夜遊杜拜, 那我就大了, 什麼成功人士的女人背後都很重要, 劉鑾雄也是,玩玩玩,懂得分玩的,很重要的 不是開玩笑的,遲些告訴你,很多練馬斯的老婆都很好 高冬妮的老婆也是很好,不然她不可以成為當時那麼厲害的騎士 這個很重要,跟袁佩生的劉明偉 是富二代,從小到大,被他父母送出國留學 考到英國倫敦大學,但因為看到他父母的關係 都是心痛,看到這麼多緋聞傳聞 其實離婚的時候,她和保詠琴,劉明偉才只有13歲 你說打擊有多大,劉明偉自己說過 劉明偉說,小時候想快點大過保護媽媽 嘩,這些說話 後來保詠琴有了癒癌 他為了子女不能輸,但最終還是離世了 劉明偉說過了幾年,劉明偉修補自己心裡的疤痕 跟他父母會不會有怨恨呢?也不是 他在2006年也是回到香港幫他父母打理業務 不要反面,反面你就愚蠢了 反面出去做什麼?做飛仔? 不可以的嘛,當然要拿回屬於自己的東西 這些故事就是這樣說的 心裡的人就不理會了 劉明偉有人這樣形容 他可能只是想自己做創業 與其和繼母勾心鬥角 你看到他也不是那些人 那倒是,你不是流亂 流亂是一些... 像他所說的 自己有一份,自己創自己的天地不好嗎? 你會起步比你爸爸不好嗎? 你爸爸那時候也是白手興家 他現在只要要什麼有什麼 劉明偉修都蠢 鼓勵子女創業 沒得說的 因為有錢人是生了一些 懂得賺錢的子女 是的,他本身的成功 他已經知道了怎樣去捷徑走 正等於如果我有子女的話 他是YouTuber 他不用讀書了 他入幼稚園之前 他可能已經做了網紅 但普通人就很難 不可以的 因為他爸爸本身是懂得做這件事 劉連紅也是一樣的 他女兒說要賣鬼口水 都說可以賺到一桶金 打半給他做生意 教他 教他 你看錢多容易賺 聰明人生聰明人 教育很重要 本身的總也好 都是天才來的 你看他 保詠琴和劉連熊生的劉明偉出來 無論是學業成績 和事業方面 都是有天賦 好了 又說了 但是說說劉明偉身邊 換女朋友 嘩嘩嘩 都有一些 什麼的 但是她的女朋友的樣子 不是很 李嘉欣那些 很實際的樣子 普通人來的 說到原來劉明偉自己爆自己結婚了 跟新婚老婆也很甜蜜 嘩 這樣嗎 劉明偉的報紙說他 是一個富二代當中的清傳 又沒有把股份賣給繼母 又不想寄別人 做了很多事 算是爭氣的兒子 他爸爸對他的評價也不錯 接著說 原來他和呂禮君的女兒 劉聯紅 原來也挺大 原來都 嘩 嘩 他說他當是小公主 這個女兒1983年 嘩這個劉秀 有沒有這麼大 哦 不是 他和保穎琴生了女兒 這個其實是劉明偉的妹妹 1983年 這個叫劉秀蓉出生 劉聯紅當時公司上市 嘩 他生孩子出來的時候 一定會覺得 那些孩子是他的福星 公司的資產當時 女兒出生到五億 劉明偉出生一億 女兒出生五億 嘩 他真是這麼說 他當女兒是福星 他說兩個 一樣 去英國留學 他說劉聯紅也是多疼女兒的 是這樣的 偏心的 爸爸也是疼女兒的 他說他的女兒是學霸 讀完本科就衝去讀碩士 這些都不是學霸那麼簡單 基本上是天才 有幾分次 保穎琴的樣子也挺漂亮 這些 你說在電視台做藝員 你說當然未必做到女一 但是做女二三 有演技女一也未必不行 他女兒其實也挺有型格 他說在2017年 劉聯紅分身家的時候 咦 他說沒有想起大女兒 他說可見大女兒 在他心目中沒有什麼地位 父親沒有給他留身家 但是他沒有事 過普通人生活 說真的 那些什麼股不股份 那些隨便 一千幾百萬都用不完 看看有些人是 貪不貪心 他拍到他說 咦 有人說他是最難追的千金小姐 來的 沒有 沒有見過他拍拖 那些 他說39歲 這個女兒 沒有傳出 談戀愛 那些 沒有說結婚 沒有這些消息 他說這個女人 叫劉秀容 好像隱形人 他媽媽過世 哥哥成家立業 他父親又有自己的家庭 他還是單身一人 有沒有這個人 到底很少聽 是 有些報紙拍到這個女兒 劉秀容 他說劉秀容不想找男朋友 有些人想 因為他父母的婚姻太差了 他不相信愛情 是不是 不知道 可能是 沒有 說到 另一個女兒 劉秀容 19歲 這個女兒 挺有趣的 他說 劉聯紅也很疼愛他 買兩顆鑽石給他女兒 很小時候 十一歲 蕭三說 他送鑽石給女兒 是不對的 那些人家事 關你什麼事 有錢人當然送鑽石 送四驅車也可以 其實什麼都有意義 送什麼給他 不過這些有點虛榮心 這個二女 說她 都是讀書厲害的 說她 不是彈結他 跳舞 這個可能有機會做明星 現在剛才十九歲 是的 還有一個叫劉子豐 很小 十幾歲 那些其實 這麼小 你都不會 沒什麼好說 沒什麼好說 金比的大女兒 十四歲 哇 青春期的她 身家已經過億了 叫劉秀華 不知道 不是她銀行過億 因為她父母 送七卡 七卡的彩藍鑽石給她 那顆石 很貴 而且這麼小 她說她兩歲多的時候 她拿一個小袋子 走出去的時候 她的袋子已經是三萬元 這個不奇怪 這個不奇怪 她父母有錢 她說 有人這樣說 劉聯雄在這個女兒身上 花的錢 最少可能有幾億 這樣 培養 我覺得沒那麼多 你要買物業 買賣炒賣各樣才有幾億 你說重心培養我信 你看到大樓其實都很疼她的女兒 尤其是女兒 還有一個小兒子 只有九歲 這個也沒什麼說 寶寶 還有一個小女兒 然後叫劉秀儀 只有幾歲 沒什麼好說 你看到大樓的女兒 還有孩子全部讀書都很厲害 代表她們的總 有個頭腦 今年沒什麼 不過大樓 我覺得她 可能會玩上癮 再派花生 不定期 我猜她今年會出來 記者招待會 到時候又會掀起大樓熱 好 今天講到這裡 跟大家了解一下她的家庭 下次再見